韻哥怎麼辦 找不到我們要補出了 那一卷袋子 難得了 那個太嚴重啊 當時我又看他手上 哪一卷袋子 我說會不會你手上這一卷 不可能 沒有那麼傻嘛 我一直要看給你看 這不可能嘛 一龍天去Play 所以我們朋友當中是 張維中先去打的 他說他打完隔天喔 因為你看他有幾歲的人 怎麼可能說 國旗旁那邊還會升國旗 什麼的 他這個時候我就去打 他打完然後呢 我爹人醒來 我就懷疑我打錯了 哈囉 雙沒事的 道韓老師 說有事的沒事找事 歡迎收看 哈囉 你有事嗎 耶 好 疑心會生暗鬼 對 你是一個多疑的人嗎 不算耶 你老婆這麼漂亮 你不多疑 是 我們男人要有強大的自信心 我老婆才多疑咧 對 他一直把你當成是 彭于晏 對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那是後來 一開始是當我 金城武 太誇張了 你為什麼 老婆是多慮了 不是多疑 真的 前世英國啊 前輩子可能開車 撞到你 謝謝你 這輩子要來還 我跟他開不同的車 然後有一次他久久呢 就坐了我的車 在副駕 發現一根長長的頭 真的 他就起疑囉 然後我也一直想不到嘛 然後我就集中生智 我說沒有啊 我就 對... 我前幾天有載那個Paul 我後來想起來了啦 對 就是在那個事情發生前的 五天左右 然後我老婆叫我去那個 美麗華有一個專門在賣娃娃 那玩具店的 對 怪不得他拿那個毛髮給我看 我就覺得這個感覺 好像染髮人無數次 染到頭髮都壞了 對 是那個娃娃的那個 歡迎我們的來賓們 歡迎今天的來賓 Julie姐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遠哥 哈囉 大家好 Lulity 嗨 大家好 我們的嘉義科醫師 洪偉傑洪醫師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呂文婉 大家好 律師尤傑彥 人會面前尤文彥 對 民俗專家關靜 大家好 歡迎 剛剛我那個遺心生安鬼 他有點很可愛 這個才恐怖的 對 幾年前一個人夫 就懷疑妻子外遇 然後懷疑到說 這個女兒不是自己親生的 他妻子每天呢 就受不了這個老公 疑神疑鬼 就要把女兒帶走 這個老公呢 失心瘋 中邪 竟然怎麼樣你知道嗎 用絲毛巾悶死女兒 讓法院鑑定呢 女兒是他的親骨肉 這個太醜了吧 太解決了吧 這個男子 當庭痛哭悔不當初 但是也於事無補 真的 所以遇到遺心生安鬼的人 到底會有哪一些問題呢 來 我覺得有一些人 平常看起來好好的 那可是你就不知道 他會有那種疑心病 那我就是有一次旅行的時候呢 就跟一群媽媽 然後帶我們的小孩出去旅行 然後就是去那個巴黎島 然後那想說 他就享受陽光幹嘛 那我就被分配到 跟其中的一個媽媽 我比較沒有那麼熟 可是那個媽媽 那平常看起來都人很好 到房間去之後 大家就電話裡頭說 我們要去餐廳集合 我們要準備去吃飯了 我這樣 這個時候那個媽媽就說 好 那我們趕快走 我們就走到外面之後 她就忽然發現說 我的皮夾跟我的護照不見了 我說會不會 因為去那個房間的中間 會有那種花蟲你知道 我想說會不會 你甩東西掉出來 就我又走了一遍那條路 我想說看有沒有 結果沒有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我跟你說 你不用找了 是被偷的 我就說 然後被誰偷的 她說我跟你說 一定就是剛剛那個 幫我們推行李 進來的那個標柏 他要推到門口 還跟我微笑 那本來就要微笑 就微笑 對 她就說一定是微笑 然後看我們就是隨 就是轉身就要出門 然後把我們東西放了之後 然後進來 然後偷走我的東西 然後就為了這件事情 我們就去飯店櫃台 請他們調這個監視器出來看 結果那個調的監視器出來 什麼都沒有看到 也沒有人去過那個房間 然後那媽就很生氣的時候 就你知道流汗 要拿那個手帕 就在那邊 拉她的拉臉 就她的夾層裡面 她找到了一包 她放她的護照跟她的錢 我整個當下 我真的那一股苦的上 太貴了 我好像真的要生少 因為我才不過去四天 四天裡面 妳們早上的時間花多久 就一整個一直到吃晚餐啊 那這麼多 一整天就沒了 當下了一整天 對 我以前一個工作人員 他負責後製嘛 然後已經最後一天 那袋子要送去那個電視台 要過進那個播出袋裡面 然後他就在檢驗室 很慌亂 然後我就來說幹嘛 他說 運哥怎麼辦 找不到 我們要補出了那一卷袋子 難得了 這個太嚴重了 當時我又看他手上哪一卷袋子 我說會不會你手上這卷 不可能 沒有那麼傻嘛 對 他應該不可能那麼傻嘛 對啊 然後他又看著那麼傻... 很堅持 找我兩個鐘頭 我說阿極 也幫幫我 你要不要把這個袋子 弄進去看一下 不可能喔 那那麼傻 好 要看給你看 這不可能嘛 一弄進去 好傻喔 這堅持什麼了 之前呢有遇過一個狀況 那時候是 我一天跟一個朋友約吃飯 那我那天很早收工 我就想說沒地方去耶 我就問他說 那我可以提早去妳家嗎 然後待會兒一起去餐廳 他說好啊 然後我就去他家了 那他家之後呢 做了一下他就說 他說我那個昨天晚上很晚睡 那個我去睡一下 然後他就去房間睡覺了 然後因為他跟他男朋友同居嘛 這時候他去房間睡覺之後呢 他男朋友呢 就起來 然後呢 拿了一本經書 開始在他的門口唸經 然後我就想說 什麼意思 所以我就問他男朋友說 他要睡覺 你在門口唸經 唸那麼大聲要幹嘛 然後他男朋友就跟我解釋 他說因為他男朋友是 他們是一個比較迷信的人 然後他有一個很信的老師 他說他有一天 帶他女朋友 帶我朋友去 找那個老師的時候 那個老師跟他講說 你女朋友最近 有被跟 然後說這被跟的呢 會讓他精神浩弱 可能會睡不好 然後就說你要 不能要幫他 你除了要那個 常常帶他過來之外 他每天睡覺的時候 不管是什麼時候睡覺 你要念這個經 這個經文可以幫他 把那個鬼趕走 讓他好好休息這樣子 對 重點是後來我問我朋友 我說 你從什麼時候 開始睡不好的 你真的就是這麼嚴重嗎 他就說自從那個老師 這樣子講完之後 他開始睡不好 然後我這樣一聽完我就說 哇 那其實這樣講起來 其實你也沒什麼事 老師講完之後 你開始懷疑你被鬼跟 然後再加上你男朋友 一天到晚在你門口 念經驗那麼大聲 你怎麼睡得著 真的 所以早了半天我就覺得 老師才是鬼 對 我就覺得就是老師 講了這些話 讓他懷疑自己真的被鬼跟 才開始睡不著 我現在講一個 大概快二十年前 一個很轟動 在高雄的一個案例 這個無姓一家人呢 其實總共有五個人 就是父母親呢 跟一些姐妹 就住在高雄 可是他們有一個大姐呢 是在台北工作 有一天 這個大姐呢 就接到了家裡面 妹妹的電話說 不行 我跟媽媽 爸爸都覺得 妳要出事了 馬上給我回來 那大姐一聽說很害怕 所以就趕快趕回高雄 回家之後 沒有過幾天 不得了 全家突然間喔 整個都起床喔 那個默契要很好耶 怎麼不是 沒有 玉琳哥最恐怖的是 沒有... 最恐怖的是 你肯定是三太祖 我就是另外一尊神耶 總共是六個人 是六尊神 六尊神 六尊神 然後呢 本來是單曲變專輯耶 真的 這個也可以 六尊神喔 然後而且他們就覺得說 懷疑說 我們有外靈入侵 我們家一定有邪靈 好 最恐怖的是 他們呢 神志不清的時候 都拿什麼呢 只要家裡面有什麼 就拿起來 就說不然我覺得你上面有 有邪靈 我就把你的邪靈打掉 然後呢 我覺得你有 那就大家互打 真是真實的 社會啊 你很可怕喔 拿神主牌啦 拿乖啊 不然就是典箱喔 互戳 真的互戳 然後有一天呢 忽然間 其他五個人醒了 清醒了喔 後來發現說 那個大姐 怎麼會全身就躺在那邊 口吐白沫 然後全身都是瘀青 然後呢 有很多的那種挫傷 最恐怖的是 整個那個 然後她說拜託 這怎麼回事 經過搶救之後 妹妹居然覺得說 姐姐沒有事 只是突然間呢 這個邪靈被我們打掉之後 她呢 只是一時呢 神志不清 過一陣子她就醒了 就OK了 我們把她邪靈趕走了 可是最恐怖的是 兩天之後 這個姐姐並沒有醒過來 就死了 後來就死掉了 然後呢 這一家子 其他就無姓一家人 後來呢 其實檢方就覺得你們 根本就是被你們凌虐致死啊 對啊 就是你們拋棄嘛 因為你通常有狀況 你要趕快送醫啊 你們沒有處理 所以後來就把他們 那個就起訴了 但是後來 這個案子後來沒罪的原因 是因為 全部呢做過這個 就是一定要屍檢嘛 發現說 她這個姐姐是因為 這個長時間可能脫水啦 然後呢 這個飢餓 這個方面 是自己 這個什麼 對 就是那種 有很多從器官衰竭 都是走的 所以居然沒有判刑 這個真實的案件 被拍成電影了 這個電影叫 會不會很快看過這個 就知道 這個也是疑心生暗鬼 這個啊 從無形的力量來解釋 但是醫學 也有醫學的解釋 對 有很多人因為性情大變 就會開始變得疑神疑鬼 像我們自己遇到的 就是一個先生 本來六十多歲 他事業都很順 他自己經營一個中小企業組 結果有一次剛好在聚會的時候 他突然就中風了 中風之後他就單邊 手腳不方便 所以因此開始固定在就醫 可是從那時候開始就 個性就變得很不一樣 那時候去看門診的時候 我們看完就叫他去外面 結果後來 有個同意書沒有簽到 那個自費的 護理師就說 進來簽一下 就叫兒子進來簽 結果兒子進來簽 問題就大了 他爸爸一出去的時候 為什麼叫你 剛才怎麼了 是不是我的癌症了 有什麼重症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了 他只說沒有 自費同意書 為什麼我不能簽 可以 可是你走路比較慢 他趕時間 我可以簽 再拿來一次 我看他拿過去 真的是自費同意書 不是 剛才那一份拿出來 剛才那一份就是這一份 沒有 剛才那一份 他只說 你看這上面簽我的名字 就剛才那一份 錢錢一份 然後大家就 好高 所以他就開始一直 好累 一直生病 對 結果後來跟其他朋友 接觸的時候 他就默默地說 我覺得朋友 看我眼神都不一樣 以前我公司那些 很好的合作partner 他們那眼神都不一樣 你把公司業績調給我看 是不是我們公司 最近績效不好 結果調來之後 結果下屬跟他報告 他績效超好的 這幾個月來創新高 他說不可能 他們看我眼神不一樣 看起來就一副不想跟我合作了 結果他就開始想非常多 可是想非常多之外 脾氣也變得非常暴躁易怒 對 有時候就突然 早上看護的時候 吃這個 我現在是不是只能吃這個 為什麼我一定要吃這個 為什麼只能吃麥片 我是 好累喔 結果這些事情 家人覺得真的受不了 最後爆發的原因是因為 他半夜把家屬叫醒 突然就說 我覺得我這樣下去 會不會另外一隻腳 最近復健都不太有效 還是不太能走 是不是我們復健應該要換醫院 只要一天突然狀況變得比較差 他就馬上睡不著 把所有家人全部晚上叫醒 所以家人之後 真的把他帶來就醫 我就說 以後我們討論的事情 幾件不能討論 如果可是 雖然假如禁止討論 好 可以開始這樣 沒有假設性的關係 對 假設不討論 可是如果 可是又如果 他不突然可以唱歌 如果 我愛有明天 如果 假如也不能這樣 任何假設性都不行 可惜沒如果也不行 所以 好心 這些通通都不行 所以 教師他後來就 所以 講現在就好 他後來說 那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對 你看 沒什麼好講 就是沒有事情啊 所以後來也開了 焦慮的要給他 那家人也用了這一套 不斷地去跟他說 不討論假設 在這種反覆的情況之下 跟焦慮要使用 後來他就 個性比較穩定 那當然也是因為 他自己復健後來 狀況也越來越好 那疫情期間 其實也會有很多人 像是我的親戚 他在疫情期間 因為老人家那時候打疫苗 不是什麼 出了一堆問題 所以他堅持不打疫苗 然後堅持不打疫苗 造成他疫情期間這兩年 他沒有出過門喔 他所有吃東西 都是靠家人外送 他是怕打疫苗 會有副作用 對 所以他不敢打 然後他又怕出去被傳染 出去被傳染 對 然後就是 我覺得他是長期 在家裡之後越來越壓抑 對 然後每天一遇神遺軌 很害怕 然後又加上 沒有曬太陽 沒有運動 對 會更容易遺神遺軌 沒曬太陽不行耶 我兩年後 見到那個家長 他是 然後講話也超遲緩 我就以為他失智 疫苗那一陣子真的害死了 那時候 我們朋友當中是 張維中先去打的 打完以後 他沾沾自喜 跟我說 副作用 副作用 他說他打完隔天 因為你看到我幾歲的人 怎麼可能說 他要升國旗的 對 本來 我本來沒有 那麼高的藝人去打 我就跟他 聽到他這個事 我就去打 他打完以後 我爹人醒來 沒有 我就懷疑我打錯了 打錯 我開始教妳了 醫生是不是可以我打那個 打水 他會氣 他會氣 我就開始焦慮到現在 你那時候真的 真的很多狀況 那時候狀況真的很多 但那個機率為乎其為 是啊 可是看電視 會焦慮 媒體就是這樣 唯恐天下不亂 真的 阿力明明很少 但他抱得好像 所有人打的 千萬分之一的機率 他長成好像人人都會這樣 而且那時候我後來 帶那個長輩去看醫生 因為我就懷疑他失智 結果 我還以為說果真是 沒有 他就是心病而已 他心病 但很多性格大病其實 是不是都是 失智的前兆 失智嚴重 他確實會比較容易 疑神疑鬼 可是這種疑神疑鬼 跟個性改變 而且他們都懷疑 人家偷他東西 這種超多的 因為這叫做 妄想症 妄想這種好的一種 你會覺得別人 可能要傷害他 因為妄想另外一半外遇 妄想偷錢 妄想傷害 都會有這種 所以包含就是 失智以外 腦部有受傷 或是有感染 或是甲狀腺的抗禁 腎上腺也會 甲狀腺也會 可是懷疑老公 外遇跟失智沒有關係 這個一定要懷疑的 那這種 別人一定要懷疑 誰都會懷疑 對 誰是 那是老婆在懷疑老公 老公就說 你失智 他懷疑 我來證實老公真的外遇 對 新聞最常看到 因為感情問題 一生一鬼 律師處理的相關案件 我一定都會出人命那一種 好恐怖 其實真的我們處理到很多 就是太太會懷疑他的先生會外遇 那我處理過 其實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先生是我當事人 他是機師 然後除了機師以外 他本身又高又帥 然後機師 他機師本來就是高外遇族群 也是有 對 健身教練也是 所以他太太就很 所以他太太就很 所以他太太就是很擔心 你知道嗎 就覺得說 他先生一定會跟空姐 幹嘛幹嘛 亂來亂來 所以動不動 只要他假日出去 他就會一直查起 然後只要班機已經 他就會去查 那先生這班機是不是 是不是已經落地了 他幾個小時要到家 因為他住南部嘛 那機場在桃園嘛 給你五個小時 你一定要到家 如果你沒有到家 他就代表說 你是不是又跟誰誰出現 然後有時候 班機會延遲嘛 他會說 你是不是有故意給我繞路 他會這樣 他說你開飛機 飛機也會繞路 然後那個 就多繞幾圈啊 他就是疑神疑鬼 然後到機師 他每半年 然後他還回去考核 他要到那個總部去 然後去辦 那可能好幾天沒辦法回家 所以他就會住外面 他一直會很擔心 他先生在外面都在騎肩 是不是又會跟其他同事亂來 所以他就找正義這個跟龍 有一次他先生就是因為發現 好像有人一直在偷拍他 他就會有點害怕 那害怕的時候 他去拿車的時候 就趕快過馬路嘛 他就沒有看車 他就被車撞 撞了之後他手腳就鼓折 他那時候 就停飛了 那太太應該很安心 對 他太太應該 撐心如意了吧 對 然後後來就說 沒想到來照顧他的 又是空姐 他們真的很出生 而且他們也被機師啊 他們不能鬧到緊急去 因為他們只要鬧到緊急去 他們很可能就被停飛 因為他們只要有 因為他們心理 他們心理考要過 他們只要認為他們有什麼糾紛 上飛機萬一真的 心理有什麼壓力 他們真的就不能飛了 先生在跟我講說 他真的他受不了 他要離婚 後來就離婚了 而且太太順便還會覺得說 你看吧 我猜對了吧 你一定跟空姐有什麼 你就是要離嗎 有什麼要離嗎 假鬼假怪東搞西搞 對啊 你就是要離嘛 是啊 你怎麼很像秀琴一樣 我覺得她疑心病特別的重 那我前陣子 你是滿可疑的 有一陣子我在花蓮開店 我們回去花蓮 我們可能有電話可以定位 但是個人的一個朋友圈 你自己也要去經營 那我就想說 那個人朋友圈 我就譬如說電話 真的太不方便 我就有流Line啊什麼的 他只是做一些定位 可是他就很懷疑 就說你是不是 為什麼跟女生聊天 然後是不是就是有什麼 有鬼怎麼樣 我說你不用擔心這個 我說你可以看監視器 這些都是打來定位的 不是但我要跟他怎麼樣 他就說我不相信怎麼樣 我說有監視器你可以去看 真的是很氣很火你知道嗎 怎麼樣解釋他也不聽啊 疑心病重嘛 結果他有一次 我就打電話給他 他都不接 我奇怪 然後再打下去的時候 他通了電話 我說那你不是要回來花蓮 他說沒有 剛好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我的朋友就很難過啊 陪他去走去台南 去南部走一走 你不是今天就要回花蓮 對啦 就是我們就是 現在我已經在那個什麼 宜蘭的路上 你到底在講什麼 被我抓包就對了 我就說你幹嘛 你要去宜蘭幹嘛 對 我說沒有 我就說你幹嘛去那個 他說我還想懷疑他咧 他說沒有啊 因為看到你都跟女生 在通電話 他說那不是通電話 那個直播室他問我說 他定位 所以我就要跟我的朋友 其實要去宜蘭的什麼山上啊 那我想說我整個傻眼 這我們明明是基督教 我明明基督教你去那邊幹什麼 我真的真的要很火 也不知道幹什麼 把責任都推到我的身上 你知道嗎 你真的在中道 真的讓我非常的困擾 宜蘭姐不要再這樣子了 真的就是一個定位而已 對 那後來桃花真的去斬喔 斬了現在乾乾淨淨 不是 這樣我以前幹嘛咧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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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這回事啦 我還自己挖 效果 什麼而已 桃花一斬下去以後呢 後來就沒人定位了 畫那個便宜的解釋 沒有啦 沒有啦 有問題 所以呢 很多女士她就會懷疑說 我的另外一班在外面有沒有亂搞 有沒有劈腿 很多女士她會病急亂投醫 有一個女孩子呢 她是在健身房裡面當行政 那相對的她男朋友就是健身教練 那健身教練呢 她當然每天都會有學員 一對一的排班 要做這樣子的一個訓練嘛 最難免都會肢體碰觸啦 或是肩膀啊 或是可能哪邊會接觸到 你看吧 這些案例都不外乎 真的就是健身房 雨球場 然後所以這個行政的女孩子 只要一看到 她就開始覺得很難忍 然後甚至就觸境大發 每天就會下班 問問這個男朋友說 這個女生跟你有什麼關係 她有跟你要電話嗎 或是她跟你邀請吃飯嗎 等等等 然後這個當然男朋友 就不堪其擾 那有一天呢 就是剛好這個健身的教練 她生日了 那女朋友本來就跟她約好 可能某一天我們要去吃飯 這個生日餐 那沒想到 這一天來到的時候 男朋友就告訴女生說 哪個學員呢 她也知道我生日 她們有一群朋友 她想介紹新的學員 來上我的課 所以呢 她也要了我 大家一起聚餐 這下不得了了 這個行政女生本來就私處 觸境大發 就很疑心的 後來想到說 所以這時候她就情急之下 真的去找了所謂的 師父告訴她說 如果要展這個男朋友桃花呢 要有這個六次的這個時間來 第一次今天呢 你先開 要先幫你開八卦 然後那個師父就說 八卦是在你的心臟的 再往右一點 心臟再往右一點 因為你男朋友 是自己心上人 那我們要從你的八卦處呢 表示說要畫一個同心圓 男朋友就會跟你 慢慢走比較近 對... 那真的也讓他 師父也露胸 真的假的 對啊 最開八卦 男師父耶 男師父跟他說 要開八卦 然後那個師父要講說 那我們要連續 約六次的時間 下一次呢 我們就是要露背 女生也一樣復約了 經過第三次 第四次之後呢 接下來這個師父呢 就更敢跟他要求說 需要雙修 因為你必須供養我 那我會把我的氣再轉給你 對 這樣子的效果會更有效 金剛儲來那個畫面 之後發現 他跟男朋友的感情 並沒有回溫 他發現他是被騙的 太晚發現了 他跟男朋友的感情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反倒他跟師父的感情 對 太快了啦 後來發現說 他真的是被騙財騙色之後 他也不敢告訴別人 所以這個叫做社會案例 讓我們受到一個教訓 在很驚恐或是很緊急之下 病急亂投醫找了一個 某某你的需求 要展桃花的 後來把自己的這個 財跟健康 身體都被騙了 財兩失 對 這個案例非常多 我奉勸大家真的要小心 因為有時候另外一半 心病太重 被逼急怎麼辦 需要怎麼治療他 來 之前我就有交過一任男朋友 然後他是那種 有點恐童的 而且他覺得 他不相信世界上有同志 他覺得所有的男同志 都是只是為了接近女生 假裝喜歡男生 天天我身邊剛好有 很多很多同志朋友 所以他那時候 就會不准我跟他們出去 有一次呢 是我一個很要好的朋友 他半生日 然後因為我們是那種 認識十幾年 我想說我不管啦 我就是要去 然後我就 我就背著他去了 他那天就覺得我怪怪 他就去看我其他朋友的線動 發現說我在那裡面 他就知道說 我去餐 對 然後他就立刻殺過來 因為那天我那個同志朋友 他扮了蔡依林他 現場所有男同志朋友 全部扮成蔡依林 但是他們都已經扮成蔡依林 這麼女性化在那邊大跳 那個Dr. Jolin這樣子 他就來 然後就罵我說 你們這個就是在多批派對 你們就是在多批 然後就在現場跟我大鬧耶 然後我當下真的覺得 好對不起我朋友 但他們覺得很好笑 可是因為後來 我們就真的受不了 他就一直覺得說 你這些男同志朋友 他們就是想要跟女生幹嘛啦 一定是 你一定都跟你這些同志朋友 有一腿啦 因為以前真的有這種事啦 對 然後後來受不了 就只好分手 那服裝師嘛 然後就是大家 一致認為他就是同志嘛 對 那女主持人跟他也很親密嘛 想說你是同志 還有什麼關係 所以換衣服的時候 就會直接 就一起進去喔 後來三年後呢 那個服裝師告訴我說 他要離職了 為什麼 我要結婚了 跟女的 還算他是被結婚的 然後主持人 那他為什麼裝同志 因為他想說要打入服裝圈 這樣子比較融入啦 那以前不可思議的世界 他穿得很V嘛 那個年代沒有新衣服 很久了 然後呢 就習慣用殘膠袋 後來呢 後來他們就說 跟服裝師進去 結果一個男的你知道 後來跟他進去 然後他們就說 他放心 他是那個姊妹 姊妹妹 你這樣講我很害怕耶 真的假的 會不會卡那個啊 你知道嗎 過去都過去的 像我老公就是以前常常會 譬如說我電話手機響了一下 他就會這樣 瞄一下 看我在幹嘛 就說看一下這樣 你這樣看得到什麼嘛 對不對 那我以前的個性就說 你看啊 就是誰啊這樣子 後來我就覺得說 不行我得弄他一下才行 所以於是呢 就譬如說 有時候你會約譬如說 Rei通告是 十點鐘 他就會先簡訊說 G1姐可不可以 現在可不可以通話這樣子 然後我那個手機 簡訊一響的時候 我就看一下我老公看我吧 然後我就這樣 可以 可以 對 然後後來電話就響了嘛 對不對 響了我說 還找出電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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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整個人 你知道嗎 急了 對 他就很急 然後又生氣 就假裝就出來 要醜了 要看我在幹嘛 然後我就譬如說 我就跟他們講說 對 然後明天 第幾場呢 然後怎麼樣 他就知道我在Rei通告 然後完了之後 他回來就過來說 你很會弄我耶 我說對啊 我就說你幹嘛 你要有什麼事 你直接問我就好了 我就 我都給你看啊 你幹嘛用姨父這樣 我就是故意 就是怎麼來 我就 黃哥太愛你了啦 沒有了 太愛了 他自己的時間 他不能沒用 欲夫有數 就講疑心生暗鬼 那我現在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呢 其實當年在三十年前 有一個呢 十大槍擊要犯 他叫林來福 那其實他當年呢 其實他父母親離婚之後 他母親改嫁了三次 最後呢 他就跟著養父 所以才姓林 後來在國中的時候 他就說我要醉學 我不要 我不要在那個了 我不念書了 不念書之後他幹嘛呢 他就跑到呢 獨場啊 或者是人家那種 有沒有 酒店下面啊 當那個 慢慢大家也看到那種 有一些大哥來來去去啊 他也覺得說 每天都要被這樣子 有一點 有點像貶義啊 或者看不起 在那個環境底下 他多少看大哥那個開口 他有一天他也覺得 他要學那個大哥 他就到那個 那個 西班牠那個 煙腸檬的那個 他就學他們就說 煙腸拿起來 他就吃了這樣子 不管拔書 因為他發現大哥 拔書也是照吃啊 所以他就學他們就對了 這個打的老闆就說 你拔書就吃我煙腸 說拜託 你在這裡做成你 我幫你吃煙腸給你面子 那個打的老闆說 你是什麼東西啊 你敢這樣 你又不是大哥 就因為這樣的口角 然後他就把那個 那個香腸攤子的老闆 就幹掉了 對 這是他的第一起 這這麼小的一件事情 對 這這麼小 然後但是你知道嗎 他就這樣開啟 他的接下來 他就跟那些角頭啊什麼 就組成了一個犯罪集團 有自己的天下 但是呢 吉他角頭的老闆 那個老大有聽到風聲 所以這個其實呢 非常的凶狠 應該會來搶我們的地盤 所以呢 後來呢就是開始呢就是 有鎖定式的呢 希望呢 可以就是找他麻煩 要幹掉他 老大呢 有一天呢他們就是 集合起來就把他叫來 但是那天呢 很可怕的是 這個林來福 他帶了一個衝鋒槍 當場就是 霍霍霍霍 是真的 對 在上擺槍喔 把所有大哥幹掉了 把現場所有人都殺光了 所以後來這一個林來福就是呢 他有鬼劍仇之稱 很可怕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的疑心 你知道在任何的領域 都是疑心 後來會導致很大的悲劇 那這個他其實 當時那個新聞 轟動 但沒想到好的不靈 壞的靈 心存懷疑 卻猜中 我們做律師其實 很多時候其實我們也不曉得 我們客戶怎麼講 是不是真的 像我印象很深刻 有出去過一個性侵的案件 他當時還找我說 因為他的三歲女指控他幾親 其實你要接這種案件之前 你會很猶豫啊 對不對 你看一個三歲的小孩 如果萬一是真的話怎麼辦 對不對 那其實我們每次都很猶豫 要不要接這種案件 因為萬一接不好 你又被他罵說 你律師這樣助紂為虐啊 對不對 魔鬼代言人 只為了錢 可是每次我問他的時候 他都很信誓旦旦跟我說 律師你要相信我嗎 我真的沒有 我真的沒有對女兒做那種事情 我這麼愛他 他現在就是我前妻在待 我難得看到他 我怎麼會對他做這種事情 一定是我前妻有興歡的 為了要跟他興歡在一起 所以才會誣告我 讓我今天坐牢不要再去糾纏他 我就說 可是你跟你前妻分開的時候 是怎麼樣 是你們有不合嗎 他就說沒有 我說他們只是感情淡分開 我說那真的不合理啊 那我覺得最後讓我覺得說 我中之委任的關係就是 解關開庭 解關就說 那你要不要接受撤謊 那他就問我說 接受撤謊好不好 我就說可以啊 如果你真的沒有做的話 那你就接受撤謊 結果真的喔 解關就安排了 安排他到調局撤謊那一天 其實他就不敢到 他就不敢接受撤謊 結果下一頂開槍 然後就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那一天安排了撤謊 你為什麼不到 他說沒有啦 那我本來就沒有要接受撤謊 是律師幫我安排的 那他直接說我說 是我律師 是我律師自己擅作主張的 幫他接受撤謊你知道嗎 他說從頭到尾 他都不願意接受撤謊 所以我就這個不接了 可是我你看 我就真的覺得太有鬼 然後後來我大概輾轉去問 他真的就被起訴 那好像判了 因為小孩子來未成年 這樣就有一個這個太太啊 大概接近快退休的年齡 然後呢太太想說我孩子也大了 那我覺得生活上沒什麼重心 所以我想成長自己啦 所以他在網路上 報名的心靈課程 他覺得這樣子我可以充實我自己 我每天也不會犯無聊 結果自從他去上課程之後呢 他老公就發現有點怪異 就是直覺 因為他老婆只要下課回來 我們可能洗碗收碗啦 或是摺衣服啦 難免肢體會碰觸啦 會軸啦 然後可能就會拿東西給老婆 互動這樣子 太太只要被先生碰到手 身體 太太就會直接講說 然後先生就會覺得 嚇到什麼叫做不結之人 太太說你不要常常碰我 不然我今天上的課就白上了 然後晚上夫妻總是會抱抱啦 或是可能要愛愛對不對 這些都很親密的動作 這時候老婆就馬上會起身 去翻她床頭的農民地說 今天是15 今天初一十五 然後老婆就會接著 跪在床上朝他們窗戶的那個方向 何時這樣拜拜 然後念念有詞 先生第一個反應就發現 他一定是進入了所謂的 先生就默默就想說 好 那我用一個方法 隔天呢 先生就開始裝病了 我頭暈 我站不住 我可能暈眩 就請太太陪他去醫院門診 那你看一次檢查 兩次檢查 三次又健康檢查 其他的血液檢查之後 太太就慢慢沒有時間去上課了 那後來先生也慢慢跟 太太培養了這個 可能一起去買買菜啦 一起去走走路啦 培養共同的興趣啦 就是變得比較健康 也比較這個正常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種質疑呢 他是有第六感直覺怪了 可是我覺得 這個先生的處理方式 非常有智慧 他如果是用極端的 譬如跟蹤啦 譬如說可能 偷偷地看你的蠟 會引起對方的不滿 反而對方可能會更故意 沒錯 沒錯 看病這件事情 大家最常醫神醫櫃 因為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人 叫做鄰居 所以就是 大家很喜歡問鄰居 我們就有一對夫妻 然後太太常懷疑 先生生了很多病 因為鄰居都會跟他講一些 各式各樣的事情 舉例來說太太發現先生 整個額頭黑黑的 太太就 印堂花黑 對 印堂花黑 這個一定有事 醫院檢查也都正常 所以好他就說算了 後來又開始 後面這個地方 背來痛 不是 膏盲 膏 膏啊 衣服先開來有一個 沒有那麼嚴重 不過這個點在後面 病入膏荒 病入膏荒 所以病入膏荒的 想說很嚴重了 趕快又檢查 還是正常 然後結果上車的時候 很容易腳去拐道 車門 鬼扮腳 我後來檢查 百次正常 可是先生就覺得很受不了 就是他這種日常生活 太常聽隔壁講什麼 他就想聽什麼 可是後來 他又有一次上廁所的時候 先生平常上他的 結果他有一次進去刷牙 他說你這上廁所的味道很臭 你這有問題 一定要去檢查 結果先生這次又生氣了 就說不要啦 每次都這麼多事情 他說你等一下上廁所 我以後最近 要看你的分辨 結果看了他也要說 我覺得比平常細 先生結果看了很久 真的嗎 我怎麼都看不出來 有比較細 你這真的有問題去檢查 結果最後 檢查出來真的大腸癌 超厲害喔 結果很多次 終於有一次抓到了 對 那先生就說 這可能只是運氣吧 可是還是要呼籲大家 就是大腸癌的一些前兆 舉例來說排便習慣改變 本來便秘的便 拉肚子 黑便血便 黑的要黑到很黑的顏色 要有多黑 對 舉例來說 就像撒基努這麼黑 撒基努這麼黑 撒基努 撒基努了 你保證他 他是大腸癌就對了 要比他更黑才算 因為便血最容易混淆啊 因為一百個便血 九個痴瘡啊 是的 核有這時候 還是應該做大腸癌檢查 來做確定 就是在定期做檢查 如果五十歲以前 沒做過大腸癌 可以呼籲大家還是做一下檢查 那大概要多久做一次 五十歲開始做 如果做完沒有發現大腸癌 可能五年之後 如果沒有發現任何息肉的話 那如果發現息肉 依照息肉不同的型態 可能有些事兩三年 有些事 甚至就要檢查 非常好 非常好 這一集他也有啟發出來 對啊 如果身邊有一些 疑心病很重的人 真的要隨時注意 小心他們會做出一些 很可怕的舉動 對... 遇到鬼還可以找人虛謀 那遇到這種 疑心深暗鬼的人 你就拿他沒辦法啦 所以呢 勸大家 凡事不要想太多 內心就不會有太多的小劇場 就不會有這麼多的焦慮啦 謝謝大家 謝謝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采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 232 �